黄大千还有夏克力两人的离婚官司 缠送了一年多 今天下午在士林地方法院 是进行第三次的言辞辩论题 而这个夏克力提早十分钟就已经出席了 但是他一出现的时候 律师立刻跑出来请他在开庭前不要受访 但夏克力说我有话要说 来听他稍早访问 我真正的回来台湾的原因 不是为了钱 也不是为了他说什么 他朋友说什么 不是 停讯之后短短的十分钟就结束了 黄嘉谦这次是委由律师来出席 而律师也有说出最新说法 夏克力他开完庭之后 是表示说在稍早的停讯 他有些程序上面的疑虑 回去要再跟律师稍作讨论 有关两亿元的这个款项的问题 他不多做回应 只希望说这起的离婚官司 希望能够在耶旦节前 能够顺利落幕 让他尽早跟家人团聚 以上在失灵地院的最新状况